顶太楓似乎不用大叔特殊的介紹了 因为他真的已经成为了台湾观光小吃的代名词 被中外媒体报道的次数真的不在话下 关于顶太楓18者小笼包的传奇 想必大家真的都是耳熟能详 既然他可以被列为是亚洲区的米其林心急料理 必定有其必吃的道理了 除了皮薄之甜味道细腻之味 这里国际级的服务水准当然也是受到了观光客欢迎的原因 店内的服务人员精通英日韩等多国的语言 菜色的介绍以及沟通都和国际无共接轨 我不其然是台湾小吃的美食门面担当之一 太阳简单